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雞車王全球衛星同步直播 今天是10月23日的車迷杯 畫面見到車迷杯100cc的決賽 總共9部車鬥12個圈波波起步牌位 排第一明蕭,第二汤車,第三摩浩,第四,六結,第五,大衝,第六,俊仔,第七例 Marco 量,第八,Jordan,第十,第九是Jacky 所有車都準備好,紅燈一式比賽馬上開始了 看到這裏沒有好,很進取 在外面,一起步就馬上抽出來 在這裏進轉到第三位,很成功 畫了一堆車後面,很貼心 哎呀,這裏有一部車,少少上了沙地 繞上來沒問題 看到畫很貼心,前面幾部車相當緊 今天的車迷杯,車比較少 本來Terry Chan 也推出的 但因為有點不舒服,所以決賽會決定不玩 看到螺旋彎幾部車,哎呀,哎呀 這裏有一部車轉動了,沒錯,大家看看 是大衝來的,很可惜 在這裏本來咬著前面第二車的 但在對面的螺旋彎,出彎的時候,車速比較快 可能剛起步,車輪的溫度不太夠 車輪不夠咬的情況下,這裏就滲出外面的草地 很可惜,在這裏起步,如果有一個這樣的犯錯 要在一個這麼短的賽事12個圈追上來,不是太容易 看回前面,暫時領先 這一位應該是TOM CHEC 後面見到儀車沒有保障,相當近 三車,哎呀,嘩,什麼事啊 嘩,這個衛星訊號可能出現了些問題 這裏有雪花的,看看工作人員馬上搶身 哎呀,沒有錯了 回來了,哎呀,衛星訊號有些問題的關係 所以真的不好意思,剛才有些干擾 所以現在回來就已經跳到第三個圈 接近尾段的時間 看回前面仍然領先,就是TOM CHEC 後面見到已經追上來,黃色衫這一位應該是MING SEAL 看看吧 沒錯,再數下去也是MOO HO,大家很熟悉的車手 穿著一件白色的戰衣 在這裏對面也沒有車輪了 一直眼尾瞄著後面,這位就是TOM CHEC TOM CHEC其實就是不屬於車迷杯車手來的 他其實本身鬥開大車的 在國內有鬥少慶賽車場的 4個小時,5個小時,6個小時的耐力賽 很容易記的,他們33號車的顏色是 很漂亮的車 在剛剛過去的6小時耐力賽 應該是拿了第三名 全場第二、第三名 於是我不太記得了 全場第二、第三名 一個非常穩定的車手 卡仔他沒什麼玩過的 主要是鬥大車的 今天就是 上來試試鬥卡仔 因為準備好要跟隊友 在今年的雞車王聯賽的賽季 希望跟其他老友回來一陣高下 所以他來一來試試軍情 TOM CHEC暫時領先前面 後面看到黃色衫這一位 就是明蕭在後面追得相當快 明蕭他的圈速應該比前面 TOM CHEC快很多 兼且前面有一部猛車的情況下 會不會影響到呢 比賽中段第二個圈的時候 明蕭在這裡很有機會 可以過到TOM CHEC 稍微掃後一點 MOHO似乎這裡 暫時還沒追到前面 後面也相當遠的距離 未有車手跟上來 所以暫時 守著第三位 看見TOM CHEC 哎呀這裡好可惜 TOM CHEC在T3的位置 左頭輪就踩了上去 Curve那裡 令到他拙著了 然後就滑了 好可惜沒有炒到其他車 但是呢 這個就令他失去了大頭的位置 那一蹬 我猜都浪費了十秒八秒 一蹬到第三位 MOHO都過了 所以現在暫時 明蕭第一 MOHO是第二 TOM CHEC是第三 那看看呢 這個明蕭在前面 要過這部慢車 就是59號 開頭呢 很可惜 在撞山玩 就已經滑了的大沖 那 很久沒見大沖哥了 那 大家如果有 駕開 FORWAN 駕開韓國品牌 現代的H1 你一定會認識他 那麼 中外馳名的 他那個維修中心就是JSG 就是在葵松那邊的 那 那 大家如果是有駕開H1 都 很多 你出街看到很多車尾 有一個很漂亮的缺點 就是他公司 那 那是專科來的 大家如果有駕開H1 有什麼旗艦扎症 都找他 都可以選擇 那 最近 大概一年多左右 他開始玩起健身 所以今次見他 整個樣子都很漂亮 比不同 臉部瘦了 接著 新型的肌肉 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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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身肌肉 對玩車 真的有幫助 因為 玩車來坐車 是很需要 上身的肌肉 去幫助 特別 你如果說到 轉彎的精細度 差一點點 就差一點點了 所以你如果真的夠肌肉 或者不夠肌肉 真的差很遠 看看這部 明燒 看看有沒有辦法 過到前面 這部 59號的大宋 這部駕駛的相當穩定 車一定是明燒 那部駕駛的 最快的圈足 他駕到49.3 不好意思 在這部 在撞山灣 順利過了前面 說回車迷杯 其實都是 大宋一班老友 大宋牽頭 一班老友 都會來一起玩 記得過去兩次 玩 比較多人 今天可能因為 剛剛這個禮拜 打風 所以很多車手 說老婆 叫我不要來 打風 所以今天車比較少 但也一樣好玩 也看到很多熟悉的面 包括 陸潔 Jacky 和Jordan 潘哥 幾位 演武器裡面 當年 MOHO 也是和大宋一起玩 H1杯 所以 參加了 雞車王的全聯比賽 也有相當好的成績 MOHO 也駕得相當定 好可惜 今天這部車 可能不太精神 所以暫時 仍然 手在 第3位 鏡頭 暫時還可以捕捉到 前面 明蕭很輕鬆 這裡 握一條線 也是很熟手 輕輕揉出牌 有一點 明蕭拿著 7號 出來 猛王計分牌 暫時 去到 最後3號 這裡 似乎在前面 輕鬆領角 應該很大機會 可以問頂 我們今天的頭車 再看回 最快的圈速 其實最快的圈速 最快的圈速 最快都是明蕭 做49.322 其他車手 全部做55秒 50秒以外 剛才初賽 也有3位車手 可以做49 包括 Tom Check 49022 大宋 49秒 522 明蕭做49 0 96 MOHO 已經去到50秒 50秒172 圈速 似乎一直到決賽 大家開得更快 現在暫時 在決賽最快的圈速 正在做49.363 2明蕭 Tom Check 在做49.831 圈速 就是第二快 再數到圈速快 沒錯 就是肌肉 多一點 肌肉就開得更快 大宋 大宋正在做55.40秒 幾位車手 開得相當不錯 你說 兩組 今天100cc兩組 車迷配這班車手 普遍的身形比較健碩 所以 重磅一點的情況下 他們都可以做到49 50 亦都相當不錯 而且他們不是經常玩 一年可能玩一次半次 比較生疏的情況下 在這裏你都開得相當好 看回前面帶頭的明蕭 這裏相當輕鬆 去到最後2個圈 回來 最下一個圈 回來 進入最後一個圈 在這裏 有點鬆 暫時 都不要緊 因為 沒有任何車手 可以挑戰到他 兼且前面 沒有什麼車阻止 這裏 也看到Lars 排到最後 很有機會 這班老友 除了大宋 的4RAN 之外 亦都不少駕駛其他品牌的車 包括 譬如 佐頓哥 據聞 就是駕駛AMG 跑車 所以 平時在街上 駕駛大馬力的車 來到 玩這些 100cc的車 其實都很輕鬆 遊人有儀 很多車迷都說 我想玩 但只有幾個人 沒有十幾個 沒所謂的 有興趣來玩 歡迎可以下次來參加 12月4日 我們有雞車和杯 的分集 大家可以一起來玩 如果有一群朋友 例如 佐頓哥 那些 他自己有一堆車友 AMG 亦都可以自己 搞搞這些 一群朋友的比賽 好了 回到格仔奇 沒錯 投車 明燒 看看電腦成績 二車 Tom Check 三車 Moho 第四是六傑 第五 大沖 第六 俊仔 第七 Mark O'Learn 第九 Jordan 第九 Jacky 今天 青迷杯 的現場直播 受到衛星干預 的情況下 在這裡 接近尾聲 再一次 多謝各位家庭觀眾的收看 我們下次 雞車王的 現場直播 節目時間 再和大家見面 各位青迷觀眾 拜拜